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早上我和大家一起来看那段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到31节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 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腹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刚才我们的唱人首 《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上次是非常让人得安慰的一首诗歌 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星期一我们教会有个摊访主 可能是摊访了弟兄姊妹去看望病人时 一定会唱了一首诗歌 那么我一二年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事 服事的第一天带了一个生病的病人 一个弟兄姓主 这首诗歌可以说陪伴他三年 每次去探访他都要求唱这首诗歌 这是成为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 像在旧约时代 尽管以色列民族他们也不说 绝对不 不能说绝对不会 称呼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为父吧 但是比较少 但是在主耶稣 在整本四福音书 他常常会提到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今天能够口称阿爸父 从道天地万物的神 实在是一个恩典 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是 耶稣拆派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权柄能力驱赶污鬼 并医治各样病症的这种能力 给他们属灵的能力 那在福音书里面 记得了主耶稣基督常拆派门徒去传导 除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路加福音也是第十章 主还拆下了七十个门徒 他们两个两个都出去传道 主拆派门徒去传 讲的是什么呢 那时候因为主耶稣还没有 背定十字架 旧文还没有完全成就 上传讲的是耶稣所传的 就是神的过境 要悔改新福音 就是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 耶稣第一次布道所讲的 同时他也是训练门徒 为五星期后传道事工的一个准备 那在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记载了门徒 主耶稣记载了大量的 记载了大量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跟门徒的教训 那主耶稣不只是在知识上装备他们 同时也拆派他们出去 是一个学用结合的这样一个典范 只有这样实际上才能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帮助 但是主耶稣每次在拆派他们出去之前 都会提醒他们 他们可能会遭遇危险 实际上作为人来讲 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 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身体 被杀身体 是惧怕那些杀身体的 极少会去关心我们的灵魂 可能有些听说这名信主 刚刚信主后 可能还仍然是这样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怕人不怕神 但耶稣却告诉他们 尽管给了他们能力 全比医治的疾病的能力 但他们还会遭遇难处 还会遭遇困苦 但是主耶稣好像做了一个比喻 你们到底怕谁 所以说今天也一样 自从教会历史以来 直到今天也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忠于主的托付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活多活少 既然一个是我们会遭遇危险 一个是要付代价 那么主耶稣让我们去 给我们这样一个托付的话 他不是说让我们因为怕去 所以后面两节经文就非常的温馨 也是天父必看顾里 那首诗歌他一个背景 就是连麻雀天父都会看顾 而且他还没掉在地上之前 还没有死之前 天父已经在看顾他了 而且这两个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爱 非常的具体 一个是麻雀 是穷人的食物 他都看顾 还有呢 头发 我们可能做母亲的 我们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孩子 但在爱孩子的母亲 都不会去数孩子的头发 我头发掉了 他会去担忧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原文里面 就是头发都数过 就是说每根头发 天父都编了好数 我难怪那个以色亚书里面会讲 父人也能不看过自己辞来的孩子 几乎有 也能忘记自己辞来的孩子 但是天父远远超过那个 就是几乎有忘记的母亲 但天父都不会忘记 有时母亲会忘记这些孩子 忘在车里面 但天父都不会忘记 那这个跟我们一个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就说我们去传福音侍奉主啊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能力 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托付 我们惧怕才去 是因为爱的激励 这个而且这个爱的激励不是个抽象的概念 当门徒去传福音 今天我们去做布道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经历与神和好那个关系 那天父就是创造天天晚上神 成为我们天上的父 就变得非常的 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客观的经历了 那感谢神啊 就是今天在美国我们传讲福音见证主 我们暂时还不像有的国家和地区会遭受逼迫 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何意义呢 首先福音是主耶稣的托付 我们仍要成敬畏的心来传讲 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对敬畏一个很好的诠释 前面讲到到底怕谁 我们更要要怕神 但是如果只是怕的话 实际上我们做不长久的 但是有爱 因为爱的激励 所以我们愿意去做 愿意付代价去传讲 去见证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教会所做的幸福小组施工 有点像过去我们的短宣 但时间更长 那么一年我们加上前面 我们差不多二十周的时间 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短期一般不超过二十十二天 或是十五天 那么这是同时 我们还要照顾家庭 还要工作 而且在这个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有很多状况也会出来 但是这就是我们经历天父爱的一个契机 因为主他一定会引你帮助 让我们能够胜过世上那些难处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是爱我们 为我们审命 救赎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所喜悦的事情 让我们真是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真的去爱我们周遭那些 还不认识救赎耶稣基督的古著同胞 或者其他各个民族的那些同胞们 让他们能够真是因着我们的见证传讲 能够认识救赎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财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 是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一信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一信能为人口称 创造天地万物神 为我们的阿爸父 主啊 我们尽管看不见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神 但是当我们遵行你的吩咐 按照你的旨意行 我们能够经历天父的爱 主啊 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 让这个主的爱能够更加激励我们 来遵行主的使命 来走天路 主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 主就求你继续的保守 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 让我们真是尊主为大 听道行道 见证主 荣耀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感恩 侍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